今天我和男朋友一起来看《消失的他》 今天和男朋友去看《消失的他》 很多网友表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不再相信爱情 甚至网传有情侣看完这部电影当场就分手了 我就纳闷了 这部电影后劲真的有这么大吗 说实话我还蛮好奇的 我俩在电影院实在看得犯困 没看完我们就出来了 《消失的他》是个好电影 但我觉得吧 电影始终是电影 不要随意放纵自己的代入感 理性观影 哎呀今天有人放纵了 吃垃圾食饼啊 食饼你行 不想要 那就两个都买吧 我看着很成熟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类型的电影 尤其是爱情片 我发现每次我看完这种电影 我就会起鸡皮疙瘩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 请他来吃馄饨 电影剧本虽然来源于生活 但是站在女性的角度 我们至少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一定要切记以下这三点 第一 恋爱脑真的很可怕 一定要及时止损 否则可能会 维持到自己的生命 这是老baby煎的三文鱼 一定要小心那些 有前科或者成瘾 远离有暴力倾向的人 这些人一旦犯错 就会有第二次 甚至会维持到 你的生命安全 因此与他们交往的时候 要万分谨慎 中午吃的这个七色糙米 第三 不要向别人透露你的经济状况 即使在朋友之间也不意外 最好的方法就是装索 装宠女 装傻 装傻 佛瓜 这样避免成为别人的目标 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我想说电影始终是电影 看看就可以的 出了影院就要回到现实中来 要保护自己的独立思考 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